我说 这么丑呢 这么丑呢 叫你丑 像你 谢霆锋和老板户队 一句话秒GG 我请来的这两位前辈嘉宾呢 比我们更懂的 比较传统 比较经典的 当地的广东省的味道 风儿这次邀请大陆90后演员 张艺莎一起到广东 为了要学习跟传统的食物 找来更自身的演员 请他们来指点一下 有一位是40后 刚刚进来就听你说到 这个千王之王 就是我出生的是吧 对 我老听我爸讲这个故事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跟他两个人拍战 拍戏突然间一个电话来 哎 你那儿子出生了 我说 啊 好 我就 把我一推 推走 把你衣服就 脱下来我就要去了 等了十五分钟了 一抱出来 我说 那么丑呢 你丑你 叫你丑 像你 像你这么丑 但是那天我一直抱着他 我眼泪都出来了 听到父子两人眼睛很好才会一直忽怼 我是从小听着停婚歌的歌长大的 有没有搞笑 真的真的真的 他小时候看我 我小时候看 对了 就是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四哥又要拍电影了 他又要做一年了 四哥红了头脑嘛 老爸你也就给他打了你 不不不不 妈妈你也 一代成一代 我不懂听这个话 我真的很想问 你戴墨镜你看得到东西吗 这个不算是墨镜 不是墨镜嘛 你看 我们给观众看一下四哥的这个POV 这个到底能不能看到东西 看都知道了 这样来 没有啦 你不要这样子 今天你不算黑 有时候我看到我都 那么黑能不能 我不想看到你嘛 我不想看到你嘛